是吧 嗯 嗯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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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昌苑咱吃一家 本事给咱们推荐的做了十多年的一家炒鸡店 这家大瓣鸡店 说在昌苑开来是世界上最大了 一千瓶网左右了 上下三整 西部大瓣鸡 西部大瓣鸡 成员第一集 哈哈哈 拍队猛 两位 要小碗吧 拿不上 可以 小碗拿了咬多不要 要一点吧 做到17号吧 好嘞 各男扶账 做啥做啥 起十六国 起十多了 哎 干净好 干净好 小碗 你好 起十六啊 好嘞 下没烫 别烫 不要干了 我吃了一口 我刚才要有酒量有时候就进入了 烫得下了 不上菜 烫得做了 一把风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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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风头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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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得更糟了 一把风头做得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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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好多 四个好多 一把风头做得更糟了 一把风头做得更糟了 八六个好多 好加水 大火 万万的炖 大葱 大葱 大半里一定混 一把火 完火 火 你这叫车面吗 车面 车面 也叫回面 这是手工回面 这是车面 这是车面 手工回面 看你的手 一个手拉你也拉不进 一把手打了 妈妈都满了 坐满了 要排队了 这儿的扁担最好了 吃完了扁担吗 不捞不论 烫是嘞 对 真的吗 嗯 像得很 吃吧 嗯 嗯 可以了 可以了 小伙儿拿来加土豆 好嘞 谢谢 好可惜 我家的这边大盘鸡 分 大葱姜 三种 我俩要的小味 小味也不小啊 我俩可以实验 大盘鸡自由了 哎 又非常嫩 一个鸡子 四十八 一个凉菜 两面水 七十六块钱 一个人不到四十六块钱 对我这年龄大的人来说 辣味 正十种 麻豆也可以 倒一块 倒淡点汤面 小时候我吃东西都是重头的 嗯 他这个鸡子应该用的是 炸黄鸡 他说个人干净的 如果用点这个 卤化鸡 或者是 那个黑风鸡 炒出来这个肉子会 更棒 实际 这个味道 这个分量 绝对 对待鸡 人家卖这个酱 它这个味道 应该还是更适合于 那你们家女儿一家 有个甜味 甜味比较多 来口 免费的 吃到这个时候 这个麻味 麻味 都出来了 你看这鸡 就开始蹦了 这个汤鸡 出来 出来了 等我拌面的时候 烤焦这个汤鸡 挂到面上 面更入味 所以说是小味 你看这鸡 鸡也非常酷 来吧 这才是重东西 把这个汤鸡 换过来挂点 再给我搅拌一个齿味 怎么叫 加蒜鸡 还有醋 再一刀 爽口的狠 没有那泥了 冲面 蒜鸡 蒜鸡 西部大班鸡 大嘎 接住 鸡肉 麻辣 咸香 车面 筋道 加上汤汁 爽口 加点面